我現在回答學員的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輔導一個人 為他的家人不同的問題擔心 他自己擔心自己 如果我將來離世誰照顧他們呢 這是第一 擔心其他人的情緒病 將來會怎樣 又擔心他其中一個子女過半太胖 就說如果這樣的情況 我們怎樣去輔導呢 他似乎擔心很多人 在輔導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接受他擔心 雖然我們覺得好像不太需要擔心 但我們接受他 讓他覺得被接立 覺得不像覺得他很蠢 因為會這樣擔心 這個接立先 他就會覺得有安全感 好像耶穌也是先接立那些人 然後才幫他們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接立他 關心他 和聆聽他 讓他講出他的懼怕 而聽他講完懼怕之後 就去問他 你擔心這件事 你覺得 你為何會擔心呢 你擔心些甚麼 讓他講出來 有時有人說出來 有時有人說出來 他又會懂得說 我也是太擔心了 甚麼都擔心 有時引導他 他自己說是最好的 他承認了 我真的很擔心 甚麼都擔心 然後 問問他 你有甚麼方法做過 幫過你自己 有沒有效 例如很多人說 我祈禱的圖 祈禱的時候 可能好些 但沒有祈禱 又會擔心 或者是反反覆覆 就是 全日很多次 又在擔心 知道他的情況 第一件事 要告訴他 祈禱有幫助 他所做的 這件事是有幫助 他知道他有這個擔心 是有幫助 他知道的時候 會不會去處理 而 擔心的 這件事 其實 最好 就是由聖經幫助 我們對神有信心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他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包括他和他的子女 尤其他的子女 都是信任耶穌 神也是關心他們 和生命有計劃 而聖經告訴我們 那些麻將 一隻都不會掉在地上 那些麻將很便宜 他那時候兩隻 買一分錢 他覺得一分錢 即是很少錢 你們比麻將貴重很多 神一定會照顧你的 但他們一樣是神能養活的 神是想告訴我們 他真的會照顧我們 但很多人覺得 神的照顧很遠 這些是引導他 最好過程 不是一直教 而是引導他 讓他知道 他在擔心一些事情 而我們的神是怎樣的 因為我們的神 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他經常掛著我們 經常 婦人因能忘記 他吃奶的嬰 是連續他所生的兒子 即是唯有忘記 神都不會忘記我們 經常掛著我們 在我們前後環境 在我們身上 即是很多人信耶穌 信耶穌在天上很遠 你求祂的時候 祂內宗一致 走來幫一下你 似乎的觀念 為何會擔心 就是擔心 擔心神的幫助太遠 但聖經是說 祂是必然看顧我們 必然看重我們 而且先求神的國 和祂的意義 都會交給我們 但很多教徒 是沒有這種信心的 因為他們用人的角度看 用人的角度看 便會覺得 很多困難 所以沒有辦法 能夠有信心 我們學習 就是說 神真是跟祂在一起的 譬如 以往經歷 經歷過神的幫助 證實神真是關心我們 神真的幫助我們 將來的事 其實神是很關心的 其實神關心祂的子女 比祂關心更多 當祂在這個憂慮的狀態 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祂很難得力 很難有 起落平彎 雖然說信耶穌 跟從耶穌 但也可能祂願意 做一些事奉 就是做事 很多人願意做事 但不願意相信 神真是這麼愛祂 所以祂又沒有力量 沒有力量的時候 會擔心在祂的言語下 表露出來 表露出一種 人家見到祂擔心 或者有時候會猛討 為何你不照顧自己 或者家人沒有做什麼 祂就會在祂的關係上 會擔心 而有時候會擔心 會猛討 會激氣怒吵 就是愈無力量 思想模式是這樣的 基本上是用世人的眼光看的 我們這幾課都講到 《法揚神聖誠查經法》 和《法揚神聖誠講道法》 就是用神的角度看 而事實上聖經經經常都 用神的角度看很多東西 神會照顧麻雀 照顧我的頭髮 神會照顧百合花 一切神都照顧得很好 我們就相信祂是 看實我們每個人 個個都看著 個個都關心 但是 人覺得很難相信 很難相信 其中可以幫助祂 相信就是 幫祂經歷聖誕 祂經歷聖誕 看到神感真 每天祈禱都經歷到神同在 祂就相信 神現在和我一起 神和我一起 祂即是會幫我 即是加添祂的信心 祂的前面色是很多擔心 就是從小開始的 很多人相信耶穌都是 祂的前面色沒有改變 祂的前面色就是 好像冰山在水 下面大部分的前面色 外面少許是 露出來的意識 祂知道的東西 但是祂的前面色 是經常都覺得 沒有人喜歡祂 沒有人接納祂 沒有人接納祂 沒有人擔心 沒有很多困難 就會在這些問題裡面 但是慈禮色可以改變的 就是每一天去宣告 神真的和我一起 我祈禱經歷到神 即是神和我一起 聖經說的話 聖經說了神一定會做 我也說過有個信仰分裂症 就是信神是真 信神創造天地 信神會審判 信神整個世界都是神的手中 如果整個世界都是神的手中 我們生命都是神的手中 即是信這些 但是去到自己的生命 就覺得神是太遠 不會幫到我 即是這個 可以說 我覺得九成以上的基督路 都有這種情況 很多時候都會擔心 好 我們怎樣去 將他的前色改變 就是每一天去經歷神 神現在祝福我和我一起 神答應的 他一定會來到我身上 尤其是當一個人去服侍 譬如有幫人經歷聖靈的時候 他更加會看到 聖靈工作很真 那些人會經歷聖靈我 就看到神很真實的工作 就會對神的工作有信心 有信心的時候 神會幫那些人 神也會幫我 神會照顧我 他就開始說 如果有什麼發生 神已經照顧他 神已經有他的計劃 另一個意念 我曾經說過 神不需要在天堂跟我們說 對不起 你離開世界 我又不記得顧你的子女 結果他們又搞到很多問題 神不需要向我們道歉 神會說 你看我其實一直都看著你 我在聖經裡說了我 我會看著你 你又經歷過我 看著你 你又看到你的子女 又被神去改變 但我們總是小信 即是不相信 神是那麼愛我們 那麼疼我們 所以這個 發揚神聖情查經法 是幫我們 整天都看到神的美好 整天都想著神多美好 於是我們的心 就很有信心 很鬆了 神做事我放心 不是要偉人才有這種信心 這就是引導他每天去宣告 當他一擔心 就問自己 為何擔心 是否神會忘記了你 是否神會 令到你的家庭有很多問題 神會否照顧他們 這麼多代的基督徒 神會照顧 為何唯獨這一代不照顧 就是每天去宣告 相信神的恩怜 亦都每次經歷到神的幫助 又放在記憶 寄神 很多人就是 以前發生 將來又忘記了很久 又要再來一次 又要再擔心一次 再求神帶領 然後神就幫他 然後他就叫多謝神 他就不是說 神幫過 以前幫過 就一直相信 以後都幫過 當我們真的 經常都深信 我們是被愛的 就是這個 我就鼓勵你 每天都會這樣告訴自己 神很愛我 我看了我 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神大大使用我的 我生命可以很燦爛 而聖經也說到 有說戒命的法文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就是我們遵從神 關心神的天國 和遵從神的義 這一切加給我們 一切加給我們 一切加給我們是恩怜 是神給我們的 一方面是恩怜先的 但是神就說真信心 真有信心的人 他才能得到神的恩怜 真有信心的人 就會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就是說他更多時間 第一相信神的愛 第二就是 又去遵從神 去尋求神的國 幫助神的國 臨到更多人 幫助更多人 得到神的恩怜 他在過程中 第一 他自己越來越有信心 每天都享受神 每天都輕鬆 每天都喜樂平安 又幫助人的時候 看到人的幫助 他又更有信心 當每一次經歷幫助 他又放在記憶之中 他就會越來越大的信心 在我自己來說 現在這個情況來講 神是供給我所有需要在一起的 但是我也想過 有一天 這些東西可以拿去 就是我不能夠倚靠我現在有的 如果我依靠這些有的東西 有一天可以沒有 其實在我以往的路 我有些時候 也都是什麼都沒有 完全要憑信心 在憑信心的時候 的確不是困難 但在憑信心的時候 看得到神真是活著 神真是造功能 我就越來越對神有信心 越有信心 神的恩怜就越大 所以我們本身 用神的眼光看 每一個困難背後 神都會祝福 我們有信心 我們有平安 又帶領人 每天都相信 每天跟他一起宣告 神一定幫我們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將來會怎樣 不用擔心 那些事情會惡妥 不用擔心 神不見得了我們 每天都有信心 每天都起落 每天都享受神 而我們不是一輩子 擔心子女 而人就好像困鎖著 很難發揮 當我們輕鬆的時候 我們可以祝福家人 又可以祝福其他人 因為我們生命 不只是照顧那幾個家人 而且有些人 他經常都想著 我要照顧好我的家人 我們有這個責任 但是他好像 他的所有精力 就放在我照顧家人 所有的擔心也放在他身上 他整個生命就困鎖 魔鬼是很歡喜的 有很多人 他雖然愛家庭 但是他因為家庭而困鎖 而中間有這些人 有些是 都幾 某程度 多祈禱 又看聖經 又回家聚會 又想做服侍主 但他的過程 不斷擔心 其實他是用人的方法 反而他自己是很辛苦的 所以這個心態 希望我們自己有 每天都說 神一定會照顧我的 不用擔心的 現在想到最差最差 我又不怕 就算死 就死了 有些人說 如果我死了 家人怎麼辦 神會照顧他們 神不會輕易的 我們死 不過我真的想到最差最差 就算我們死 都不是 不會說 我周圍的人 個個就不行了 希望我能夠 在這種狀態 不單止擔心 是每天都開心 感謝主 哈利路亞 感謝主 並且感謝主 我們經常幫到人 其實我都是時時見人 我發覺很多都是擔心 或者沒有力量 總是在神那裡沒有力量 擔心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每天都相信神的恩 每天都有力量 事情靠耶穌有得性 得性的時候 不只是顧自己的事 可以關心人的事 生命就可以發揮 可以不可以 你覺得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狀態 輕鬆得性 不只是處理一些 有些事情發生 而是整個對生命的看法 在生命中的輕鬆 所以很多問題 當你分析 都跟你有關 就是眼目 用人的眼光看世界 就會很辛苦 所以這個 《法揚神聖誠經法》 是幫助人 不要用人的眼光看聖經 不要用人的眼光看世界 是用神的眼光看聖經 和這個世界一齊 人們就沒有擔心 是用神聖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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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神聖誠的